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其实有好多驴啊 加入就加入吧 加入了我们就给他训一下啊 反正家里也不缺吃的 我们给这个深蓝色选一下啊 叫做交谈并招募啊 然后让唐三来聊聊个天 这样就可以瞬间就招募掉了啊 然后打了部落之后呢 我们宰了很多的人肉 然后又出来了很多种垃圾啊 我已经投了一部分出去了啊 投了一部分给朋友了 我们看看现在的这个好感度啊 因为已经让我给加回来了啊 距离上一期结束其实过了一点点时间啊 我主要就是处理一下战后的这些垃圾啊 也没有发生什么太多的事情啊 然后现在家里有大量的人皮啊 大量的人皮我们可以把这边的娱乐室的这个沙发什么的再给他丰富一下 包括中间这里一直都没有放灯啊 我们给他放一个啊 给他再多加一截电线啊 这可能会够不到啊 家里伸两截电线出来 嗯 这边的话可能为了跟这边对称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这样来摆啊 这些地方应该是都在这个 哦 这一行没在啊 剩下的这些地方都在我们的这个 嗯 电视的笼罩范围内的 这个地方还可以下下棋啊 挺好的 餐厅就先这样了 然后剩下的这么多的人皮啊 要不就卖掉啊 要不我们可以再做的就是动物的床铺啊 动物的床铺可以这个加速动物康复的速度啊 因为我们后边的话 呃 战斗是非常频繁的啊 我们的这个动物是扛伤害的主力啊 所以给他们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舒适的空间也是很重要的啊 我们在这边补一下哈 哎 这个很容易做出杰作啊 现在马虹君 你看看 疯狂做杰作啊 再加上这个东西工作量很小啊 所以有的人是用皮革做这个东西的啊 你如果建造等级高了 你觉得做沙发 做的太慢啊 好吗 看一下一个极佳的这个动物床铺卖多少钱啊 卖255 那我们再看看一个极佳的人皮扶手银有没有啊 哎哟 这个卖770啊 但是这个的工作量是234啊 这边的这个工作量只有只有7啊 所以你可以就是想刷东西的话 用这个东西刷高品质是会比较快一些的啊 所以也有人卖这个动物床铺发芽支付 可能会比这个人皮扶手银更值得一些啊 然后我们现在也把大师的这条腿给他换上 嗯 他是右腿啊 有个伤疤 我们就给他换一个仿生的右腿 然后用咱们最好的那个药啊 然后二龙老师的这个床是个大师级的床啊 我们先把它征用成医疗床 其实我们科技上应该也开始走这个医疗相关的科技了 哎呦 我又装好了一个仓 但是看看咱这个蓝色的加多少 加7啊 还行 没加多少 不亏啊 不亏 再给他补回来啊 然后钢铁啊 我们现在快没有了 我们这边的这个地热可以给他开开了 地热其实早就可以开了 但是我们现在才开啊 也没关系啊 嗯 然后这段时间可能会稍微平静一段日子啊 也可能会来带大规模袭击啊 另外呢 咱们这边的蘑菇布啊 我这边有一块地 反正空着也是空着啊 其实也可以再继续去种这个蘑菇布的 可以当做另一种的这个经济作物啊 我后来想一下啊 所以把这边的地板拆了 有空就让他们去种一下也是可以的 嗯 吃猴霜点就好了 我们继续走 坐这个医疗床吧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起医疗床 然后对应的这边的位置 其实唐三的卧室也可以考虑给他建出来了啊 我们把这边也给他做出来 这边我们可能这里先临时做 这个地方可以做二号宿舍啊 也可以做我们的 先做我们的这个囚犯的屋子啊 然后把这里改成唐三的卧室啊 哎 这样可能这个唐三的心情呢维持的更好一点啊 后面如果有心灵铜条装置呢 你可以给这个心情最好或者最容易保持的人一个铜条啊 那一般来说贵族的心情是稍微容易好一些的啊 或者就是咱们这种结了婚的啊 这种小人啊 哎 能经常滚床单的小人心情也会不错啊 给他们来反而会比较不错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翡翠啊 我们可以把这个王座给换一下啊 这个大理石雕像我们给他换到这里来啊 这里因为后面小人会在这里挖这个矿物啊 让这个小人维持一个良好的美观度 来 我们把这个雕塑给他放过去 我们现在要大搞建设啊 当然大搞建设的代价就是财富值疯涨啊 但是我们要建大基地的话财富值是压不住的啊 除非你说你从飞天到刚开始都是用一个非常小的基地啊 否则你的财富值是这个东西是没法压得住的 那就匹配与财富值相匹配的武力啊就可以了 我们的这个装甲好了以后呢 我们开始做啊 做我们的这个赤猴装甲啊 我们做赤猴装甲 我们在详细里选择啊 让这个15手工以上的小人再来做啊 然后我们现在一共是10个人应该上 1234510个人啊 然后唐三是要装盛装的 所以这边做4个 这边做5个吧 然后我们复制一下 然后这边粘贴一下啊 然后这边做4个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海蓝色应该是还没有这个防弹头盔和防弹背心啊 我们给它 防弹背心可能不用做了 防弹头盔先做一个 因为我们后边换装甲的话 防弹背心都穿不上了啊 然后这个海蓝色的话 给它装一把枪啊 就先装这个突击步枪 这个奥斯卡为什么心情一直这么差 现在我们已经没有那些 就是殖民地刚开始的那些buff了啊 所以心情维持只能靠你地地内部的一些buff 所以受一点干扰的话比较容易变化啊 我们看一下做剑补底仓有什么东西啊 我们现在缺一些比较好的进展武器 这有一把等力子剑 有一把极佳 这是我自己的枪 良好的防弹背心 护板甲可以卖了 极佳的赤后装甲好贵哦 护盾腰带 我想要的是那个子弹护盾啊 复活机器也是我自己的 薄片可以卖了可以套线 卖掉吧 放在家里也没什么用啊 这样套了线以后再来一些商人 如果不收薄片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钱跟他交易啊 然后这边这个地热发现机造好了以后呢 一定要大家一定要记得把屋顶要去掉啊 因为这个地热喷发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温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啊 哎 如果你这个屋里有屋顶的话 这个这个地方容易炸啊 然后要记得把这里选成我们的这个居住区啊 哎 这样一旦这边发生电缆短路的时候 小人会及时来来救火啊 那也有人喜欢这个围地热的时候 中间隔一道墙啊 隔一道墙的目的是一旦这个地热着火了 哎 你你比如说这边着火了 这个小人只能拆墙才能进去灭火 哎 你你如果嫌这样的话 你也可以给他控的大一点啊 这个外圈给他控出来 也是可以的啊 然后这个地方其实最好不要用钢铁门啊 我把这个门换掉啊 用一个完全不不可燃烧的门会更好一点啊 否则万一外面发生森林大火 你这个钢铁门 万一这个 呃 那什么了的话 也是比较讨厌的啊 这又有狗加入了啊 这么多只啊 怎么这么多只狗呀 这狗我们卖掉吧 我们养一只猫就行了 这个小狗没什么战斗力的啊 然后为什么要造这么一圈墙呢 造这么一圈墙的目的是为了方便这个铺电线啊 哎 因为我们裸露在外面的这个电线是会 呃 是会有燃烧的风险的啊 嗯 这里空的位置是为什么呢 是为了往方便小人出入 也是为了防止这个袭击的小人啊 哎 你得给这个袭击的小人留一个能走的区域 否则他就会破坏你外边的建筑设施啊 你给他留一个通道 还让这个袭击的小人可以走过来 这里你可以用敞开的门啊 敞开的门可以起一个减速的作用 也可以就直接这样啊 那你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呢 你记得要给这个敞开的这个位置建个屋顶啊 哎 这个电线只要放在屋顶下面呢 他这个下雨天短路就基本上短路的概率就比较低了啊 我们再把这个生命体重分析也做出来啊 把这个医疗的系统给做出来 医药我们也没有解锁 哎 把这里建个屋顶这样就好多了啊 然后呢 把电线给他铺出来 哎 这这个东西的唯一目的就是铺电线啊 在这条线也可以引回到家里来啊 后边这边再起建筑的话就可以用这个地热来供电了 这一个地热发电机3600瓦 是我们的三个啊 三个化学燃料 3.6个化学燃料发电机 嗯 太阳能的话 太阳能满效率是 太阳能满效率忘了啊 风力发电机满效率其实是很高的 但是风力发电机不稳定啊 是这样子 然后这边就可以钻井了啊 钻井这边我们配一个灯啊 因为在黑暗中工作是有debuff的啊 然后我们在生产里再配上我们的深段井 深段井有一个范围啊 你让这个范围拢 尽量拢到在较多的这样的一个绿色区域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深段井是可以移动的啊 所以没关系 现在笼罩不到的地方我们后面移动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再给这里配一个这个凳子啊 这里一定要给小人配个凳子 来这样可以保证小人的舒适度 这个东西保证装饰度啊 这个东西保证舒适度 这个屋子现在就是小小印象啊 待在这里就不会掉太多的心情 这个东西比较重要 当然你要是想长期在外工作还可以配桌子椅子 让他在外面吃饭啊 但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必要 这个钻井钻一阵就没了啊 又做了个杰作 马胖子现在可以的 手贼巧 是我们第一巧手现在 马胖子可以去搓我们的这个赤猴装甲 我们把这个王座给拆了 所以没有夜间厅了 我们赶紧给造一个啊 咱们在家具里有一个红尾宝座啊 我们用翡翠来做 这个东西的装饰度加的爆高啊 就放在这里就可以了 当然要消耗我们75个金子啊 这个东西工作量非常大 3000多的工作量 到最后马上要完成的时候 比如说剩最后34的时候 让马胖子来完成啊 如果能出一个大师级的这样的一个红尾宝座啊 那就非常好了啊 你这个屋子就再也不愁 这个美观度了 嗯 然后我们在这个机械加工台里 也可以再做一个这个 在这个啊 在这个锻造台里 马胖子的这个板甲 我们先给他停掉啊 否则他不会去做我们的这个赤猴甲 然后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大剑琴啊 这个大剑琴 我们也让马胖子来做啊 他手工最高 来做一个大剑琴啊 把我们的这个 大厅给他丰富起来啊 我们唐三下一个爵位 也是需要这个大剑琴的 哎呦这些狗 这些狗好烦啊 鲜雄树萌芽 这些狗在我家疯狂吃 吃东西啊 吃我的醋子料 机械族巢穴啊 这个还好啊 这是散落在各地的机械族啊 还可以啊 不是空头到中心的 都还是可以接受的 嗯 就是我们现在心情状态不太好 主要是宰了很多人之后啊 咱们的这个心情回复起来会比较慢啊 嗯 那么就回来啊 现在我们人手稍微多了一点 我们现在有除了两个头手以外 我们有八个人啊 八个人这边已经站不下了 我们可以四四站啊 四四站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动物的区域给它划分的多一些 我们再加一个 呃 这个活动区一一看看啊 之前在上面 把这个活动区一一先去除掉啊 然后我们把这个活动区一一给它改一个名字啊 那我们给它改成 啊 fighting 是吧 也是个战斗区啊 然后我们可以把动物来进行分类啊 正好我们有很多狗没地方处理啊 我们把这个狗可以扔到这个 fighting里来啊 小白就别去了 小白去居住起啊 小白又怀孕了 小白现在是我们的 呃 肿驴啊 这个 也不能叫肿驴 反正就是最能生的驴啊 没事就生孩子 剩下的人都去战斗区啊 哎 把我们的动物都拿上来 先去扛伤害啊 然后我们的人啊 人就先集结在正中间啊 集结在正中间 嗯 看看还有没有练士枪啊 家里正是一把突击步枪 练士枪可能 我想等一波灵感啊 二龙老师站在这啊 开始扔啊 这中间这好像有一个门没打开啊 这有个门没打开 你在扔这个炸弹的时候 你发现这有一格没有选上啊 这里就是这格没打开 那现在去打可能已经 我看一下啊 可能还来得及啊 可能还来得及 呦 白尘香有点远啊 白尘香的位置 手手有点远 但是他们的速度 应该是没有我快的 我们让海蓝色 去把这个门给打开 其他人的话呢 我看看啊 你们俩站这边 你们几个 站这边 分一下位置 呃 陈香 陈香还在这儿 嗯 小五 火五往前站一站 小五站这边 海蓝色回来 然后我们看看 其他人都在哪啊 再看看机械族在哪 机械族这边 过了两个近站 这边都是远程 都是无所谓 木白来了 木白站这边 白尘香 陈香换手雷 那好像还缺一个人啊 哦 这边五个 那边三个 也可以啊 陈香换了手雷以后呢 也扔啊 好了 这回就没问题了 我们现在的火力输出 还不是这个 练士阵最强的状态啊 练士阵最强状态 应该是14把 极佳的练士千弹枪 我们首先现在枪 也不够 不够厉害啊 我们现在枪是 混搭的 你配电荷还行啊 我们配的是 突击步枪呢 在这个阵地里 发挥的威力不够强 就会导致一个 什么样的状态呢 就是如果打那个 大无功的话啊 这个地狱火大无功的话 有可能一轮 两轮秒不掉 他可能能发射出来 这个炮弹啊 也是受限我们的 这个人数 现在还不够 武力也还不够啊 但是一轮两轮 炮弹问题也不大 我们前面 首先前排有动物啊 其次呢 我们马上就要裂装 这个赤猴甲了 所以也还好 这个玩家走的 实在是太慢了 这二龙老师都要崩溃了 二龙老师要不去歇会儿啊 看看还有吗 我们看看还有没有 敌对生物啊 别像上次一样又漏了一个 好像是没有了 音乐好像也变回来了 那么就撤哈撤 陈湘可以装回来了 二龙老师也装回来 否则他会心情崩溃 好伞也撤 动物 哎呦 这些狗啊 真是 没处整架 哎呦 马红俊和大狮还打起来了 51只猎杀人类的单风骆驼 奖励很好啊 但我们现在状态不太好 我们要缓一缓 这任务就不接了 这个任务本身没什么难度 但是 影响的是这个我们的节奏啊 会让我们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好 现在肉也没有了 没有这个精致的食物吃 大家本来就不开心啊 我们可能要让唐三出去跑一下商啊 把家里的这些狗卖一卖啊 这些狗实在是太多了 这一堆狗 这狗要不杀了也行啊 吃肉也可以 我们现在正好缺肉吃 吃肉吃 宰了 宰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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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宰省卖了哈 快费劲的 倒是能卖一些钱 然后工作上啊 我们这个海蓝色的工作没给他挑 这个海蓝色做这个菜能不能行呀 心灵意志器我们不接啊 我们现在本来这个心情就都不好 种植 这个海蓝色能干啥呢 能研究啊 让他去研究 专职研究人员 其他的就都开个4就可以了 其他的都不重要 这我们马红卷伤了 这怎么做这个杰出的宝座呀 给我们马红卷打赏了 我们看看他跟大师是因为啥呀 听二龙老师 二龙老师毁容了 对我还得给二龙老师买个鼻子 伤害我羞辱 互相谩骂 奥斯卡的建造 14级倒也还凑合啊 但是没有我们的马红卷高 我们剩最后一点的时候 给他停掉 然后还是让马红卷来做 马红卷好了 可以 快快快 看看能不能做个大师级的啊 极佳的我也是接受的 这可是翡翠的呀 就一两好 就一两好就很过分了 然后这边的墙 我们也得换成玻璃缸的了 这边的墙 大家的心情终于缓过来了 缓过来了 单方骆驼要不要接一接呢 这个给的奖励不错啊 17个小时后过期 那无论是这个 这个东西哈 这个东西很贵 这个东西也很价值也很高 最后的这个就稍微差点意思了 51个单方骆驼 17个小时 我们先把这个换掉啊 接一个哈 接一个 大家心情已经缓过来了 然后把动物再招到我们的这个区域里来啊 这个动物来的这种猎杀人类的袭击 还是得需要一些肉盾扛伤害的 俊哥快 造造好 然后把任务接起来 我们要远古机械臂 这个东西好像挺强的啊 正好我们有一个人的手是一个 掉手指头的手啊 我们就要这个远古机械臂吧 可以的 等一会儿骆驼就来了 动物们已经就位了 动物们已经就位了 最讨厌这种啊 刚接了个任务 你就空降到附近 哎呀 这海盗得用EMP啊 海盗得用EMP 四个人去这边 四个人去这边 希望他们能跟这个猎杀人类的骆驼碰到一起 看一下这个海盗的装备啊 首先这样框一下能看一下武器 武器倒是一般般啊 再放大了可以看看他们后背上有没有背一些什么子弹护盾什么的啊 也可以一个个点开看哈 就是比较慢一点 子弹护盾是有一个小动画效果的 应该是能看到的 防弹背心还都无所谓哈 这上来就刻一支鸭粉 这简直了 海军装甲 这还有带着鲜修果活力水的 哎没有啊 没有 没有我们就不装EMP了 装EMP这两个近战的心情损失太大了 这两个近战可以一边一个啊 就是有事修墙啊 没事就顶一顶 一边四个啊 来吧来吧 看看他的装甲怎么样啊 一般的 但是这样可以先让马红俊穿 我们可以自己少做一个啊 嗯 这边的假的数量我们可以少做啊 因为马红俊是血 捡一个 看看这个人的呢 这个是较差的不太好 这个很硬啊 这个大哥很硬 哎呦这个驴 这个驴什么情况 这个驴 这个驴太坚强了 驴坚强 看看这个人的装甲怎么样 赤猴装甲 海军头 就是一般的啊 没有特别好的 心灵防护头盔 哎这个东西不错啊 但是只有58 就跑了 你们这就跑了 嗯 先散了吧 但是我估计 骆驼马上就来了 这不要了啊 他们跑就跑了 不管 我们先修一修啊 维护一下 生命体 已经是监测仪好了 那我们把远程矿物 我扫描一叶做出来 这边如果再宰尸体的话 大家又会有一大堆这个心情的简易啊 本来现在心情不太好维持 黑杀人类来了 黑杀人类来了 嗯 仍然是这么战啊 四个四个 嗯 到后面我们可以打一个这个防御位置的这样的一个模组啊 这样他们让我每次就把防御位置给他固定下来 可能会更好一点啊 少许我每次还得选 二龙老师 这边 这骆驼基本上是没啥太大威胁的 就是数量多 好的 解决完毕啊 我们把动物放出来啊 这个搬运任务现在很重 赶紧去搬运 给我们送来了好东西啊 这个都是好东西 这个可以的 我记得火舞应该是 缺个手指头 可以给他换一个机械臂啊 当然等我们忙完这一波啊 我们现在这一波 需要好长时间去收拾与整理啊 大量的尸体与冗余的财富 这直接突二十万了 有一个流浪者加入了我们 一个休眠仓建造师加入 这个东西是直接加入的 我们没有办法选择要他还是不要他 右腿有个老枪伤 老枪伤在腿上都是同性恋和丑陋 我们本来就僧多肉少 你还同性恋 主要是丑陋这一点比较那啥啊 他可以当一个投手 或者去当一个修墙的都是可以的啊 还行吧 那就来了我们就收着啊 我们是缺人的 他的医疗还可以啊 然后研究也还可以 平常打扫打扫卫生也是可以的 然后 建造得给他开开啊 建造开开 狩猎就不用你去了 去的事也不用你去 监管都可以哈 监管大家都开开啊 不要让囚犯饿死 又来了个女孩子啊 这两个女孩子 谁跟我们奥斯卡和蛋白配上了 给谁改名字哈 这个我们就不提前改名字了 容易乌龙 大姐没衣服穿啊 穿裤子总可以吧 穿了个板甲 行吧 先穿着啊 稍后我们会换的 再做个头盔出来 哦 这个远古科技臂是个肩膀啊 他不是手啊 嗯 这个肩膀 这个肩膀能替代手的作用吗 我看看 嗯 他是手臂 我们是断了个手指 嗯 那可能给他可能还没有用啊 那这个远古机械臂暂时可能我们就先不用了 先放在这吧 然后多了一堆这个烂七八糟的富裕的财富值啊 还有很多人皮 我们叫了一个琵琶贸易商来啊 看看卖一卖啊 现在财富值有点爆表 然后我们虽然这么多人但是一直都没有创造灵感啊 导致我们现在枪都不是很好哈 我们现在钢铁还可以钢铁和零件还可以啊 我们再搓两把这个链式枪啊 再搓两把看看能不能搓到一个品质更好的啊 把那些枪给换掉 我们也是时候给我们的唐三总部建一个他自己的房间了 我们建一个豪华双人床啊 花双人床我们既然有翡翠我们就用翡翠来造啊 来建一个超豪华的双人床 然后总督的房间还得配这个床头柜啊 床头柜我们就用一般的木头来造 还有我们的这个梳妆台也用木头来造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屋子是要铺地板的 我们刚好还有一些布料啊 我们就给他铺上地毯好了啊 呃在地板里选择地毯 地毯的话这是三十五步这是七十五 这个这个太贵了 我们就用这个七个步的这个地毯就可以了啊 否则有点扑不起啊 来我们把这两边都给铺上啊 这样是一个呃有爵位的房间就造好了 最好造两个啊 因为我们后面有一些任务是要给这个有爵位的人 呃 提供住宿环境的啊 所以最好造两个这样有爵位的房间的屋子 嗯 又做了一把一般的链饰啊 不太好 之后我们给他卖掉好了 看一下我们的衣服啊 衣服还是没做完啊 可能玻璃缸的数量不太够了 那我们可能之后再叫一个商人来 我们再买一点啊 嗯 然后这个屋子里我们造了一些医疗床啊 这个医疗床给他再配一个这个生命体征分析仪啊 呃就放在我们的这个多人宿舍里就可以啊 后面如果想再造这个单独的医疗房间呢 我要扩大我们的面积啊 这边留了两个区域哈 其实是用来这边一边是做囚犯的区域 一般是用来做医疗房的啊 呃后面我们再看哈 有需要我们再改 现在前期啊 中期哈 中中 偏中后期我们就先用 呃这种多人宿舍啊 在这里配就好了 这个医疗床啊 这个生命体征监测仪跟我们的床头棍是一样的 一定要用这个床头挨着这个紧贴着这一格才有效哈 配两个医疗床就可以了 两个极佳品质的已经很不错了啊 然后把医药生产也给走掉 再就剩下的就走海军装甲以及星际基础就是到我们后期的科技了 嗯 饲料不太够了啊 那么饲料不太够就让他们去吃干草好了 嗯 上面我又开了一片田种这个蘑菇布啊 这个地方 呃 种下以后就删掉之后就好了啊 当然他们自然的长长熟了再说长不熟也无所谓啊 就是呃 尽量的利用我们的土地面积 嗯 然后这边的这个另一边的冷库哈 我这个冷库一共是对称的两边哈 这个边也可以给他建起来啊 这边我看看怎么流会比较好一点啊 嗯 这边是有一个门的 是完全对称的一个结构 哎 这里呢之后我们这边地热的电线是从这通过来的哈 这边其实如果造出来可以直接先拿这个地热来供这部分电啊 我们配最少要配七个七个 这边配四个这边墙再配三个就好了 然后冷库的这个门越少越好哈 我们这边只有厨房这一侧是通冷库的 其他位置都不通啊 哎你这个越少呢 你这个冷库的温度越好保持啊 嗯 这边就这样 然后家里的地板也都没有铺哈 因为一直觉得地板这个东西没那么没那么重要哈 但是现在有了一些石砖以后其实可以铺了 哎 西游品贸易商被我们叫来了 这里看着点哈 这个这个东西也要让马红军来造啊 西游品贸易商啊 我们要买一些玻璃钢什么的哈 这边造了一个这个结构以后呢 杀人有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动物啊 动物来了的时候可能会在这个地方转悠哈 这个判定有的时候会判定到这边来 嗯 我们看看高级零部件有就给他买掉啊 我们现在不缺钱啊 玻璃钢脱空 然后动物心灵 心灵发射器格斗 格斗的芯片其实可以来一个 增强战斗力的不嫌多啊 跳跃背包 这种东西啊 现在最好就是人手一个 因为心灵撞弹枪现在已经是 就是随身装备了啊 这个时刻有的时候能救命的 这个东西最好就人手一个 我们就买着啊 一旦用没了 那么就就配着 那钱有点抄了 有点抄了 零件不要了 嗯 卖两头驴吗 我家驴其实挺多的啊 卖两头雄性的驴 或者我看看还有什么可以不买啊 格斗不要了吧 就要这个好了 让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保命的东西啊 比如说冲击枪啊 嗯 这个烟雾发射器也是有用的 偶尔也是有用的 错乱枪啊 啊 这个放烟雾的 这个人没有啊 我们的新来的这个小姑娘没有 这个便携护盾我觉得是最适合大家就是多配的啊 那就让他让他再装一个啊 嗯 就装个冲击枪吧 二龙老师其实可以把另一个这个这个给装上哈 两个近战配两个跳跃背包 又来了一波机械巢穴啊 这个机械巢穴是机械族攻击里最最菜的一种哈 机械族最恶心的攻击其实是机械集群啊 就是一下来掉下来好多好多这个乱七八糟的这个设备啊 这种东西是我我个人觉得是最恶心的啊 那我们就集合吧 那边还有一对商人可能能帮我们挡一波啊 啊 我们集合 动物怀孕的去居住区 嗯 其他的就去战斗区 我们现在又多了一个人哈 武力又更强了一点点 虽然这个人的这个设计水平不太好啊 啊 阿尔隆老师 打机械族目前用近战的可能性比较小哈 我们还是得让他当头手 我们沉香又在外面 我的天 被追上了啊 这边有一个机械族会被他们干掉的 木白 莫斯卡 火舞 纯香来 这边两个机械族会被他们干掉的 哎 又掉了17个零件不错啊 这边机械族不少呢 挺好的哈 商人帮我们挡了一拐 干嘛呢 这卡这儿了可还行啊 这可能是这个 这个螳螂想去打外边的这些人啊 然后我就堵 堵这儿了哈 这比较烦啊 嗯 嗯 我想想啊 这进去也不合适啊 嗯 我们打开一下这个门能不能吸引你们一波 嗨 我在这儿 哎哎哎哎 判定回来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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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哈 看看外面的战斗 牛也没受伤啊 牛也没受伤啊 那就没啥便宜剪 那就这样吧 这种还没有蜈蚣的这种就很灿啊 后面这种比较强的是那个大蜈蚣啊 大蜈蚣主要是血太厚了 哎 这就没什么威胁哈 这这一期来的战斗都没什么太大威胁 那本一期视频的时间其实也 哎 还有 我的天 又是这种 又来一只 我刚刚说机械就到这里了啊 看看啊 谁在附近 拿两个进站上吗 啊 两个进站上也不是不行啊 这二龙老师 啊 没有 走走走走走 这主要是驴有点危险 看看还有没有人 哎呦 他实在是走得太慢了 还有没有了 我看看这地图上还有吗 看看这些小尖头哈 主要是这些小尖头 这都是死的 那应该就剩这一只了 可以哈 那来吧 这是小白呀 这可是 no 这是我的小白 别 哦 人家怀着孕呐 呃 我的小白和他的孩子 我这也跑不过来啊 这都太远了 大明快上去帮忙 驴 这驴 快快来帮忙 快来帮忙 这个 这大哥进站应该是比较菜的啊 来 我们走进站 这个大哥进站应该是比较菜的 我们两个进站应该问题不大 哦 果然是比较菜的 可以可以可以 快治一下我们小白 还着孕呢 宝宝可能保不住了 但是小白不能死 嗯 让马胖子把我们这个床最后一点给他造完啊 看一下这个床的品质怎么样 凉好 我的天 胖子你不行了呀 整了两个凉好 我这翡翠 这么白花了 嗯 那我们让唐三和小五住进来啊 别选错啊 要选小五和唐三啊 可别选成活五了 啊 这这这这就闹笑话了 好的 那本一期视频 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这一期的战斗都相对来说威胁度比较小啊 还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来更多更强力的战斗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大家拜拜